三个陷阱 一个农夫进城麦驴和山羊 山羊的脖子上系着一个小铃铛 三个小偷看见了 一个小偷说 嘿,我去偷羊,叫农夫发现不了 另一个小偷说 我要从农夫手里把驴偷走 第三个小偷说 你们的都不难 我能把农夫身上的衣服全部偷来 第一个小偷在道路的转弯处悄悄地走进山羊 把铃铛挤了下来 拴到了驴尾巴上 后来把羊牵走了 农夫四处环顾了一下 发现山羊不见了 就开始寻找 这时,第二个小偷走到农夫面前 问他在找什么 农夫说他丢了一只山羊 小偷说 我见到你的山羊了 刚才有一个人牵着一只山羊 向这片树林里走去了 现在还能抓住它 农夫恳求小偷帮他牵着驴 自己去追山羊 第二个小偷趁机把驴牵走了 农夫从树林里回来一看 驴子也不见了 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 走着走着 他看见渠塘边坐着一个人 也在哭 农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男人说 人家让我把一口袋 金子送到城里去 实在是太累了 我在池塘边坐着休息 睡着了 睡梦中把那口袋 掉到水里去了 农夫问他为什么不下去 把口袋捞上来 那人说 我我怕水因为我不会游泳 谁要把这一口袋金子捞上来 我就送他二十顶金子 作为酬谢 农夫大喜 心想 正是因为别人偷了我的山羊和驴子 上帝才赐给我幸福 于是他脱下衣服 潜到水里 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一口袋金子 当他从水里爬上来时 发现衣服不见了 原来是第三个小偷 把他的衣服偷走了 这就是人生三大陷阱 大义 轻信 和贪婪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